天鹅湖 这天,小豆豆被领去日比古礼堂观看芭蕾舞《天鹅湖》,因为小豆豆的爸爸要在舞剧中演奏小提琴独奏。 还有一个原因是,这幕舞剧是由一个非常优秀的芭蕾舞团表演的。 小豆豆还是第一次观看芭蕾舞,天鹅公主头上戴着闪闪发光的小王冠,真像天鹅那样,轻盈地在空中飞舞着。 在小豆豆看来,真的是飞了起来。 王子爱上了天鹅公主,所以,无论别的女人向她表白什么,她总是用舞蹈来表示不行。 最后,两个相爱的人终于一起翩翩起舞,音乐也是极为优美,小豆豆非常喜欢。 回到家之后,小豆豆还在一直想着这幕舞剧,感动极了。 第二天一大早,小豆豆一睁开眼睛,头发还乱蓬蓬的,就立刻跑到在厨房忙着的妈妈身边,说 我决定不做间谍了,也不做宣传艺人了,也不做在车站卖票的人了,这些全都不做了,我要做一个扮演天鹅的芭蕾舞演员。 妈妈一点也不吃惊,说,是吗? 小豆豆虽然是第一次看芭蕾舞,但在这之前,她就经常听校长先生讲,美国有一位名叫伊莎朵拉·邓肯的女舞蹈家,她都舞跳得忘记了。 邓肯和小林先生一样,都受过达罗克兹的影响。 自己尊敬的小林先生所喜欢的邓肯,小豆豆当然也很喜欢。 尽管没见过邓肯,小豆豆却对她有一种亲近感,所以,在小豆豆看来,想要成为一个舞蹈演员,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。 凑巧的是,正好有一个好机会。 那时,小林先生的一位朋友来到八学园教韵律操,这位先生在学校旁边有一间舞蹈教室。 于是,小豆豆的妈妈就拜托这位先生,请他安排小豆豆放学以后,到舞蹈教室学习舞蹈。 妈妈从来不对小豆豆说,应该去干什么。 小豆豆如果说,我想干什么的时候,妈妈就会说,好啊。 虽然并不多问什么,但她会把孩子们做不了的手续上的事情,帮助孩子做好。 小豆豆憧憬着,能够早日成为跳天鹅虎舞的人,兴冲冲地去那间舞蹈教室学习。 但是,那位先生的叫法却与众不同。 除了在八学园学习的韵律操之外,还有喝着钢琴或者唱片中的音乐,一边说着山上晴天之类的话,悠闲地走来走去。 先生会突然说一声,造型。于是,学生们就自己创造出各种姿势,静止在那里。 先生在造型的时候,也会和学生们一起喊一声,啊哈,做出仰头看天的样子。 或者,有时像痛苦的人那样,两只手抱着头,蹲在地上一动不动。 但小豆豆梦想的,却是闪闪发光的小王冠和白色的蓬松舞裙,并不是山上晴天,也不是啊哈。 有一天,小豆豆鼓起勇气,来到那位先生的面前。 先生虽然是男子,但他头发的刘海却修剪得像铜花头的样子,而且还有点卷曲。 小豆豆舒展开两只手臂,像天鹅那样翩翩起舞,一边问先生说, 我们不学这样的舞吗? 先生的脸极为英俊,鼻梁挺拔,眼睛大而深。 他回答道,我这里不学这样的。 这之后,小豆豆渐渐不去那位先生的舞蹈教室了。 虽说不用穿芭蕾舞鞋,势足转来转去,做出自己想象出来的各种姿势,也挺有意思的。 但是,小豆豆实在是想戴上那顶闪闪发光的小王冠。 分别的时候,先生说,天鹅舞当然很好,但是,自己创作出来的舞蹈也很有趣,你可不可以试着去喜欢它们呢? 这位先生,其实就是日本自由舞的创始者石景墨。 东横县在这个地方的车站,名叫自由之秋,就是这位石景先生命名的。 当然,知道这些,还是小豆豆长大之后的事。 可是,当时已经50岁的石景墨先生,却充满真诚的希望,交给年纪上幼小的小豆豆自由舞蹈的快乐。 请订阅一点点子订阅,按下幅。 的话,请订阅,关键,laş幅。 感谢观看